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玛瑙的话不能信 刘公公的话也不能信 可是王阳明的话就那么可信吗 皇上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皇上何不亲自走一趟 真假立判 小方 朕在 又陪朕去一趟 臣遵致 玛瑙你在这儿候着 来呀 给皇上征医 二小姐 二小姐 你可回来了 老爷和夫人都急死了 你跑哪儿去了 别提了 这两位是谁 这两位都是姐姐的朋友 是大小姐的朋友 请进 请进 皇上请进 小方 你看 皇上 看来还真是大乎人家 请啊 姐 皇上 看来还真是大乎人家 姐 皇上带你来啦 那 那今天王阳明带那个人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那个人本来就不是我爹 我当然不会认识他了 那你也可以当面揭穿他嘛 那个人是王阳明和太后派来的 我当时都吓坏了 皇上 如此娇动女子 哪见了那么大的场面 难怪 爸妈闹吓坏了 皇上 您错怪刘姑姑了 皇上驾到 皇上 皇上 万岁爷 奴才 奴才只有一死 才能对得起万岁爷呀 万岁爷 让刘金走吧 老奴姐 别管我 让我死吧 老奴姐 朕错怪你了 万岁爷的剑既然出了窍 就不能收回去 奴才死在万岁爷的剑下 也是奴才的仆 奴才谢恩了 这真是皇恩靠荡啊 天下第一奴才不请听旨 听旨啊 奴才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 大明朝东西厂大总管 钦此 老东西 你可以死 但是你不能杀我大明朝东西厂的总管吧 万岁爷 万岁爷 奴才何德何能 你怎么能 来 起来 老东西 朕一眼九鼎 大明朝第一独裁刘锦 大明朝第一独裁刘锦 叩谢万岁爷 万岁爷娶亲应该用皇室的大力 虎婆曾经跟我说 只有以平民的身份娶她 她才肯嫁我 虎婆不贪富贵 真是不假的 所以呢 朕取玛瑙也要以平等之力来带的 是是是 哎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快快快 热闹点啊 别吹了 别吹了 别打了 皇上 不好了 出事了 玛瑙姑娘她 啊 慌着你快去看看吧 啊 哎呦 这是怎么回的事啊 皇上玛瑙 玛瑙姑娘在临死之前 还留下了一封绝命书啊 她就说 她说 受不了王阳明在喜堂上羞辱 无法再偷生人间 因此在皇上明媚真相之后 她就休眠自尽 找她借借 虎婆姑娘去了 玛瑙 坏人 王阳明露出一个假父亲 结果却害死了 虎婆姑娘的真妹妹玛瑙啊 王阳明 玛瑙死的愿望啊 皇上 如果再不称职王阳明 您怎么对得起 虎婆姑娘 玛瑙姑娘啊 叫王 下来 叫王阳明仗则武师隔去之物 发黑贵州 永远不能回城 陈灵局 启禀公公 请您复合本年度的死刑案件 还复合什么呀 这些人死有余辜 早就该杀了 按照规矩 每年的这些死刑犯都要皇上亲自 等等 规矩 难道刘公公说的就不是规矩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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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请公公明察秋毫啊 秋毫 我可看不得出来 那 但是 我能摸得出来 这 这 凡是这里边被我有幸摸着的 我就免他一死 哎呀 公公真是英明啊 这就是我们常言道的手下留情啊 公公 公公 怎么了 这里边还有你三七六妾七的姑八大人 我没摸着是吧 没关系 你说 不是不是 微臣是认为这性命攸关 还望三思而后行啊 什么三思后行 我这不是撕了三章了吗 我这就叫三思后行 不够 不够我就再撕一张 我撕完了 你还有什么可撕的 不撕了 不撕了 已经撕的很多了 好了 大伙儿 没什么可报的 就回去吧 咱们走 微臣有件十万火急的事情 海云藏粮藏失火 已经有数百人被烧死 找火了 烧了多少粮食啊 回公公 烧了三百弹 三百弹就把你急成这样 你的心可真够软的 三千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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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就结巴了 海云藏一年应该进十万单粮是吧 公公真是明察秋毫啊 这海云藏失火是小啊 只能烧点粮食啊 公公要是火了 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正好 刑部士郎也在 我这刚才撕了这么多夜 肯定腾出空来了 不在乎多写一个名字 刑部士郎才该死 护卫公公 是十三万单 还有 还有三千只鸡五千只羊 公公 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公公为何不能知道啊 那 那对上 要不要禀报皇上啊 那你说我是 禀告皇上他失职啊 还是禀告皇上他谎报灾情啊 可是这俩他都是死罪啊 好 公公 你手下留情啊 他说我不讲情面 不不不不 公公 你恩忠如山啊 比三万单粮食还重是吗 是 是 公公 三万单 三万单粮食 三千只鸡五千只羊 传我的话 向江南每户每年多收三两银子 外带三单粮食 谢公公 谢公公 这是那些被收死的百姓 怎么安置啊 不都死了吗 还安置什么呀 可是他们的家人 都听着 自己的衣服都给我扒了 你们你们这几个啊 自己一人找件衣服穿 什么卖包子的杀猪的开档铺的杂火的拉车的自己找活干 走啊 你这生意还不错啊 还不错 焦猪子了吗 还没呢 没呢 我这就叫 这就叫 你别看 快点快点 卖玩意儿啊 卖玩意儿 来 看一看啊 你 焦猪子了吗 卖玩意儿啊 看一看啊 生意这么好 实了啊 这个怎么卖了呀 先生您看看这个 您看看 五文钱一个 您看看怎么样 这都上 黄鼠狼给鸡蛋拜年了 你穿成这样子 还做什么衣啊 怎么样 你也是来买鸡蛋的 吴亦辰该死 吴亦辰该死啊 我跟你说 这条街上的规矩呢 就是千万别把我当皇上 要不然啊 就不好玩了 请来吧 谢皇上 太好了 谢皇上 这条街啊 可不是一般的街 这里边 卖东西的 买东西的 都是宫里的人办的 这样呢 皇上 不用为福私访 就可以体察民情 了解百姓疾苦 要不然皇上 怎么能知道 鸡蛋多少钱一斤 今年粮食丰收没丰收 是吧 这些啊 都是奴才 冥思苦想 才想出来的办法 这样皇上 既可以保证安全 又可以了解百姓的机骨 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先帝也没有见过 这么一条街 怎么把国家 治理得那么好呢 先帝啊 先帝 因为有您在先帝身边 所以先帝能把国家 治理好啊 那你在皇上身边 干嘛用的 我呀 太后 这都是我的主意 老板 给我拿一把 最快的短刀 和他的一样啊 再给我 挑一身衣裳 也和这一样啊 快去快去 嗯 穿上这身还真像刺客啊 哎 穿成这样不刺客人怪可惜的啊 刺谁呢 刘姐 好啊 我也去 你 你敢吗 他可是当今皇上身边的红人 他算什么呀 我还是皇 我还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呢 那你带我去啊 不用着 嗯 让他来找我呢 我在哪啊 他保证在哪 那杀了他 算谁的 那就得看 谁的刀 又快又准了 你和我买一样的刀 算谁的 这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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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行了吗 嗯 走 你不是说你在哪儿刘锦就在哪儿吗 这不是来了吗 又打扮成刺客了 您这是打算杀谁呀 你 护驾 护驾 快 快追了 别追了 快追 别追了 说好不追的 我看看 谁赐的比较准啊 他这把在心脏上 我这把就差那么一点点 皇上 你怎么跟刺客混到一起了 幸亏我这早有准备 不是你安排的吗 我还跟他切磋了半天呢 我什么时候安排了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 坏了 真有刺客 真有刺客 那我去追啊 皇上下手真够狠的 我说 依你看 这个想杀我的人是谁啊 孩儿也想了一整天了 您看 这是我认为 会跟您结仇的人 这些人不是都 株连九族了吗 是啊 其实孩儿认为这些人 也都是有杀心 没杀胆的人呢 真正想杀您 真正想杀您又敢杀您的人 只有一个 谁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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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想 如果不是王阳明的人 哪一个刺客能混到皇上身边呢 可是王阳明 可是王阳明 为什么要杀我呢 您把王阳明整到贵州去了 当然您给他留了条性命 以为是对他的恩惠 可王阳明不这么想 他认为您断了他的前程呀 现在只有把您杀了 才有可能重新回到皇上身边呢 他这叫以怨报德 当年要不是我把他从圣人 义父 您现在和王阳明 是大明朝最重要的人 是皇上最信任的人 没有皇上 就没有现在的大明朝 可是没有您 就没有现在的皇上 你少拍马屁 哎呀 总之您是皇上最亲近的人 可是王阳明 那是先帝脱孤的皇上的老师啊 朝中无事则已 有事皇上必会找他 哪怕他在海角天涯 皇上也会把他召回来 而且言听计从 王阳明 义父 虽说现在您和王阳明 是势军力的一平起平坐 可是早晚有一天 王阳明会一铸晴天 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一定是王阳明 不会是义父您哪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阎人 你说什么 义父习目 海人口目 海人罪该万死 你下去吧 是 海人罪该万死 海人罪该万死 海人�é 海人罪9 海亚天网 海人罭 海人罪 海人网 海人网 海人罢 海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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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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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